来咯来咯 来和小鱼一起克CP了 一直颇受网友关注的古装剧 逍遥,有谭松韵,侯明浩领先主演 已经开拍一个多月了 虽然官微始终保持低调 没有发布太多的物料 但是还是时不时的会有路透流出 当网友们都在为他们的装造感到惊叹时 让人惊喜的东西出现了 我们竟然在拍摄现场看到了王凯的身影 没错,王凯又叹般谈松韵了 引起无数网友惊呼 这两人绝对成了 两人因合作电视剧而结缘 但他们的恋情似乎一直处于低调状态 直到被媒体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 然而,这段看似美好的恋情却 因为年龄差距而备受质疑 有人认为王凯已到试婚年龄 而谭松韵则是一张娃娃脸 看上去很小 似乎还未到试婚的年纪 结婚这件事 很多时候真的与年龄 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无关 更多的是和缘分有关 正如古人所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真正的缘分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它就像是生命中的一种奇妙安排 有时会在你最不期待的时候出现 当缘分到来时 再多的障碍都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而当缘分尚未到来 即使抢求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 一次主持人问谭松韵 和王凯在一起的可能性大吗 谭松韵的回应似乎解开了一切 在电视剧《向风》而行中 他和王凯饰演情侣 引起外界对两人关系的猜测 作为演员 他们注重保护私生活 极少透露感情 一直保持专业素养 但他们对爱情 婚姻的态度 以及两人之间或许存在的微妙关系 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谭松韵 1990年生于四川 11岁进入艺术学院学习舞蹈 逐渐在演艺界崭露头角 而王凯是业内公认的杰出演员 两人合作出演了多部知名作品 在《向风》而行拍摄期间 剧组工作人员 注意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互动 这也成为观众喜欢的原因之一 两人在现实生活中 都注重保护个人隐私 很少透露私生活 在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他们是否 会在现实中像剧中那样走到一起 谭松韵害羞地笑了笑 回答说 看缘分吧 在随后的访谈中 王凯也提到了他对于爱情的看法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 而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考验 他强调 一个好的婚姻不仅仅是建立在 浪漫的感情之上 更需要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和努力 同时 他们的这番话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很多粉丝希望他们能够如剧中 那样走到一起 王凯的成熟魅力和谭松韵的 清纯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使得他们的组合更加吸引人 虽然两人在剧中的合作非常默契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都明白 爱情和婚姻需要更多的是真心和努力 正如观众所说 真心的感情建立在真爱之上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婚姻的幸福美满 无论他们在私下 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恋人 但他们为观众带来的美好情感 已经足够深入人心 实际上 早在剧集开拍前 两人就面临着外界 对他们关系的猜测和讨论 在一次发布会上 一名王凯粉丝想与他合影 却被谭松韵挡住了镜头 这一举动引起网友猜测谭松韵 是在向王凯撒娇或宣誓主权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主持人何炯高度赞扬 谭松韵的演技和品质 王凯也频频表示认同 当何炯赞美共同出席的黄轩时 王凯却未有同样热情的反应 加深了外界对两人关系的猜测 在颁奖典礼上 王凯获得男演员奖时 当众调侃谭松韵具备最佳嫁人条件 这样的互动导致主持人当场问两人 是否能在现实中再现他们在剧中的爱情故事 对此 谭松韵只是笑着说 一切随缘 无论他们是否真正在交往 都不应受到过度外界的猜测 真心相爱需要时间考验 不会凭空产生 结婚更不是仅仅满足个人欲望 而是涉及整个家庭的大事 谭松韵和王凯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一直保持低调 等待真正的缘分而不是抢求 谭松韵善良活泼 王凯滚重成熟 两人在音频上确实极为协调 但他们的关系最终会如何 还要看未来的发展 无论感情是否升温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也能创作出色的作品 他们都有潜力 成为这个时代的杰出演员 谭松韵和王凯都已务实的 态度对待感情和婚姻 他们明白 结婚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 更关系到整个家庭 所以不能仅仅为了需求而结合 更需要等待真正的缘分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 而真正与某人的缘分 却不需要理由 他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即便无法预测 但一旦到来 就能跨越所有的障碍 相反 若缘分未到 即使抢求也无法得到幸福 所以 谭松韵和王凯都遵循内心 等待那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 也许他们终将走到一起 成为这个时代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幸福佳话 又或者 他们的缘分尚未到来 还在人生的某个转角 等待与他们邂逅 不可否认的是 年龄差距在恋爱关系中 确实是一个 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然而 恋爱关系中的适合与否 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 事实上 性格 兴趣爱好 价值观等 方面的契合 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如果王凯和谭松韵真的相爱 并且在这些方面相互契合 那么他们的年龄差距 并不应该成为阻碍 作为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王凯在事业上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也到了该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了 他的粉丝们 都非常关心他的感情生活 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 谭松韵 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 拥有着清纯可爱的外表 和出色的演技 他在事业上 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同样也到了试婚的年纪 如果他们真的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 当然 对于这段恋情 也有一些人持质疑的态度 他们认为两人年龄差距太大 不太可能走到最后 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恋爱关系的稳定性 和长久性确实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然而 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每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同的 如果王凯和谭松韵真的相爱 并且愿意为彼此付出努力 那么他们的恋情 也有可能长久稳定 除了年龄差距之外 还有一些人担心媒体过度关注 会影响他们的恋情 娱乐圈的舆论压力确实很大 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 成为媒体炒作的焦点 如果王凯和谭松韵真的在一起了 他们需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年龄差距的问题 还有媒体和粉丝的过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 在娱乐圈中 有关两人的话题从未停歇 有些人觉得他们是绝配 希望他们能早日不如婚姻的殿堂 而有些人则觉得他们应该分开 毕竟真正的缘分是不可预测的 但不论外界如何评价 谭松韵和王凯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他们相信 真正的缘分总会在某一天 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 爱情这个字眼常常令人心动 却也充满了未知和变数 他的存在 经常是不按常理出牌 有时候你在寻找他时 他却远离你 而当你不经意间放下他时 他又悄悄地走进了你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 许多人对爱情充满了期待 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 与之共度余生 但真正的爱情往往是 出现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刻 它并不是可以通过 努力去追求和获得的 而是需要我们去感受和等待 虽然王凯和谭松韵的恋情 备受关注和热议 但我们应该以祝福的心态 来看待这段感情 年龄并不是衡量恋爱关系的 唯一标准 如果两人真的相爱并且 愿意为彼此付出努力 那么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选择 尊重隐私是每个人 都应该持有的基本素养 我们不应该 过度关注和炒作他们的恋情 最后 祝愿王凯和谭松韵能够幸福快乐 早日修成正果